摆完定台之后 我们现在来摆放牵引机 牵引机首先确定好中心线以后 起吊的时候 一定要挂在吊环上面 注意四个角的吊带 不能脱落 确保周围没有遮挡物 可以平均的起吊 牵引机平位以后 我们把放在我们需要对的中心线上面 然后确定牵引机前后的位置 我们根据撕杆 撕杆的长度是1米4 我们根据撕杆的长度 我们中间留上1米的 从牵引机前端面 到定台后端面 我们留个1米的距离 确定好起吊环机前端的位置 然后对好中心线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放下来 好